京城的守军一听闻公子气贼已经死了 楚灵王在打回来 哎呀 楚灵王回来我们还有命的吗 当堂军心乱了 京城的老百姓失魂落魄走向城池来观看 那个斗承贤就趁乱运入皇宫去见大王 一对大王只干说 陈塞的兵马大败 公子气贼已经被凌王杀了 凌王现在十分生气 趁着带领大军打回来 说要抓住大王去定罪 现在大军快到了 城中军心大乱 百姓要开门迎接凌王 形势危急 请大王快点抓定主意 免致受罪 神都要离开京都 逃命紧要了 斗承贤说完 好像发狂那样 非奔逃出皇宫 那个新大王三哥子干 刚刚才早几天大王 遇到这样的事 就怕到手疼脚震 快点找到老四 紫色来商量 两兄弟就准备逃走 怎料下面又来报 草灵王大兵攻入城 围着皇宫 啊 怎么办呢 走也走不出去 自干自息 两兄弟呢 两个就抱头通屋 想着这回二哥 草灵王回来 自己就必死无疑 不如自杀 免得再受一场灵欲 两兄弟就一起用剑割颈 自杀死了 宫中男女也乱了上来 也有不少人自杀身亡 这两兄弟 真是死得糊里糊涂了 死的人还不知道 自己是中了自己的弟弟 借刀杀人之计 原来 公入城那些呢 不是草灵王的军马 通通是公子气质一步下来的 那由刚才进来的那个大夫 斗成贤率领 一进到宫 就立刻收拾好 紫干紫色两个尸体 然后打掃宫殿 准备迎接新任大王嫁到 哈哈 这个公子气质呢 就真是旧阴毒了 原来 他本来一心想推倒 楚灵王自己当大王的 但是呢 当时 楚灵王在乾溪 手上还有这么多兵马 那是胜败未定的 万一打不赢呢 自己做了大王就很难下台的 故事不如先不做 看定先 另外呢 自己最小 如果搶着来做 就怕天下议论不得人心 所以就特意先让三哥子干来做 自己就连灵魂都不肯做 让给四哥子息来做 就博得个谦公礼让的名声 等到打败了楚灵王 再回回头 用这条借刀杀人之计 逼那两个大佬自杀 五兄弟 现在就死剩公子气质一个 再没人来争啊 无后顾之忧 可以安心当上楚国的大王 这位杀了三个大佬 自己当上国君的公子气质 就是楚平王 楚平王登位的时候 楚灵王早就已经自杀死了 埋在荒山上 但是呢 因为没找到他的尸首 就不知道他的生死了 京城的百姓 因为试过一次说 楚灵王攻回入城 就吓得止干止息自杀身亡 故此呢 老百姓还提心吊胆 怕楚灵王真的会攻打回来 有一次 半夜三更 有人谣传说楚灵王打回来 吓得满城百姓都不敢睡 逐逐怕了一晚 那这位新上任的楚平王 看到百姓还这么怕楚灵王 人心未定 他又想到一条计 他又找了一个身材和楚灵王差不多高矮的死尸 那时正在打仗 找死尸用什么呢 把死尸换上楚灵王的衣服 就掉落汗水上游 死尸浮水 在上游一直浮到下游 下游的百姓一闹到 就立刻去报告 说找到楚灵王的尸体了 楚平王呢 明知这是假的嘛 他故意当真来拜 大事铺帐 派斗成燕去主办喪事 那老百姓知道楚灵王死了 那人心才定回来 后来过了三年 楚平王才找到楚灵王的尸首 那将那个假的挖出来 安葬那真的下去 此乃后话就不说了 那楚灵王派去打楚国的三百步兵车呢 听闻楚灵王已经死了 就解围回国 怎知就被吴国在半路折着来打 全部俘虏了 连统帅司马督都做了俘虏 那楚国这次去打楚国呢 就全军尽默 打了个大败仗 现在又说回楚平王 他就比他大哥 楚灵王高明得多 他就知道 只靠杀 靠武力来消灭小猪后国 人心不服后患无穷 故此呢 他就改变做法 他真是恢复了陈国和蔡国 还将抢劫回来的陈塞两国附藏珍宝 统统统 统统还回给他们 立回陈塞的后人来做国军 又将灭了那六个小猪后国呢 统统復国 赶在开荒的老百姓呢 藤能千帆故土 那八个猪后国 死而復生 忘了国又復国 百姓就个个感恩戴德 歌颂楚平王的人意 跟着呢 他又用公子之礼 来安葬他那两个枉死的大佬 子干和紫色 然后就论功行赏 奉了个大夫 兜成言做灵魂 对那帮追随楚灵王的救神呢 他也没有说一概赶走 那些有名望的 好像郑丹 韦启将这些呢 照样做大夫 最有人望的五举 那时候已经死了 楚平王呢 还特别重用五举的儿子 五斜 封他做年功 楚平王这一套办法呢 就果然即刻见效吧 国外的诸侯称赞他有人意 楚国的百姓呢 因为他没什么去打仗 百姓日子好过些 也都拥护他 楚平王就安享太平 只知追求升息享乐 得闲游山换水 每日都是唇酒美人 是要过悠游的日子了 那时候呢 楚平王呢 又立了个大仔做世子 这个就叫世子健 那又派五车呢 做世子的老师 就封为太师 朝中呢 朝中呢有个大夫 叫做卑无极 这个人呢 就跟随楚平王好久了 楚平王的皮姓呢 他就摸到头的 又是个阿尔奉承的小人来的 处处讨得楚平王的欢心 故此楚平王呢 也都派卑无极做世子的老师 那就是五车做太师 卑无极呢 卑无极呢 就做少师 这位卑无极呢 虽然是世子的少师 但是呢 他的心机呢 就不是放在教世子那里 整天就入宫 在楚平王身边转来 转去的土楚平王的欢心 世子健呢 就看不惯 他那个阿尔奉承的小人的样子 故此呢 就信任太师五车 就不多肯接近这个秘无极呢 后来呢 楚国的灵魂 斗承燕 因为似着功劳带 就看不起那秘无极 就被这个秘无极呢 在楚平王面前做是非 那秘无极呢 他就将斗承燕 杀了 世子健呢 就看不过眼 就对楚平王说 斗承燕呢 是冤枉的 被无极知道之后呢 就十分痛恨世子 一心想害他 有一日 楚平王就吩咐被无极去秦国 来帮世子求婚 为什么这么多都不去那么远的秦国呢 认为 而楚国呢 逐渐强盛 故此呢 秦国也立刻答应 秦国国军 将自己的妹 孟盈 就嫁给楚国的世子 那秦无极呢 那秦无极呢 就回来复命 楚平王呢 就再派秦无极 拿着大批金银贞宝做聘礼 去秦国接新娘啊 那新娘 是秦国国军的妹 来的嘛 金枝玉叶 只是嫁装有百几尺 徐从侍辟有几十个 还有护从军马一大批 一路浩浩荡荡 就回来楚国 在半路呢 那个秦无极 见到那个孟盈生得十分靓 真是天之各式绝世佳人来的 秦无极呢 突然间就想到一条 害世子的继某 他呢 就在那帮侍辟里面 就找到一个长相很靓的女子 就打听到呢 她是齐国人来的 自小就跟随父亲去秦国 后来呢 就被挑选入宫 做了孟盈的侍辟 被无极呢 就偷偷找这个齐国女子来 就对她说 我看你的样子很福气 有贵人之想 我有心要抬举你 想要你做太子的夫人 嘿嘿 只要你能够守住秘密 包你富贵榮华享用不准 那位齐国的女子呢 本来就是出身观患人家 因为流落在秦国 所以呢 后来就变成功中是被 现在听到这么说 富贵动人心 他就低头无出声 被无极呢 就吩咐大队人马慢慢走 等他赶先一步回去报个信 那他就飞快回去入宫 就对楚平王说 新媳妇就快到了 楚平王就问 问她媳妇的样子 生成什么 嘿嘿 对了 被无极呢 就是想引她问一句 他就知道的嘛 楚平王是个无耻的走息之徒 平日呢就转满叫自己呢 跟她到处去找美女回来的 他这样问 被无极呢就说 恭喜大王啊 恭喜恭喜啊 为太子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夫人 哎 神见过的美女都不计其数的了 从来没见过有孟形这么漂亮的 不但大王后宫里面没有一个给得上啊 就算是相传古来的绝世佳人 坦己离机 也怕不够孟形万分之一啊 那个楚平王听见这么说 说得孟形这么漂亮啊 当堂面都红了 好久都没出声 然后就叹了口气 哎 寡人王至清王 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 哎 那就算是虚度一生了 对了 非无极呢 请楚平王 将左右随从通通退下 小小声说 大王既然喜欢 不如自己娶了他 哎 遲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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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不离了啦 大王不离了啦 虽然是接了孟形回来而已 只还没入东宫都没成亲的嘛 大王先将他接入宫 哪个敢出声啊 楚平王就想了一想 哎 那帮大臣就不敢碰的 只要怎么塞得住细子把口啊 大王放心啦 神早就帮大王想好了 来 秦营那帮陪家的侍婢 有个齐国女子 相貌出众 知书色礼的 可以将她来冒充孟形 那神就将孟形送入皇宫 然后将这个齐国女子送去东宫 神已经跟这个齐国女子说好 叫她不出声啦 那谁会知道这个内幕啊 楚平王听到这样说 真的十分欢喜嘛 哎 这个分棍啊 只顾追求美色 什么人伦礼教都不理得那么多了 他就祝福悲无极要小心行使 被无极呢 就对秦国的胡宋大夫说 我们楚国的婚礼呢 跟帝国不同的嘛 要先入皇宫 拜见家公家婆 然后成亲的 秦国的狮子 你怎么会猜到有这么多东西啊 当然是一切从命 秘无极呢 就将孟形和那些陪嫁的侍婢 送入皇宫 就统统留在宫中 然后就将那齐国女子 无名顶替 当是孟形 就送去和世子健成亲 这个偷龙转奉 真是做得十分高明 不是说满朝文武 个个被他握了 连世子健呢 都以为这位夫人是秦国来的孟形 那那个楚平王呢 就抢了孟形之后 日夜就和孟形一起喝酒 作乐就不理朝政 只有怕世子知道这件事嘛 就下令不准世子入宫 那一来外面就有很多议论了吧 那个秘无极呢 自己做事就自己知道 就怕穿了出来 被世子知道自己连命都没了 就对楚平王说 大王要称霸天下 就不能够只退守南方嘛 一定要去争夺中原 城府这个地方是中原门户来的 不如就派世子去坐镇城府 等候时机进兵中原 楚平王听到这么说就无出声 悲无极就小小声去耳边说 大王 大王 孟形的事 日子内了会洩露出来的 大王将世子 调去镇守城府 一来有世子 一来有世子坐镇边防 二来世子远离京城 大王就可以放心了 楚平王一听 谎言大悟 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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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举两得 他立刻召见世子 他立刻召见世子 就派他镇守城府 又叫大夫 又叫大夫分阳来 就派分阳做城府司马 但是 楚平王还吩咐奋羊 你当世子是寡人一样 好好地辅助世子 而 那时呢 泰斯五车呢 听闻忽然间 将世子调去边远的城府 知道一定是他秘无极的阴谋 就要上朝圈间 秘无极就知道这个老家伙 就不怕死的 什么都敢说的 被他来告状得了的 他先下手为强 都没等五车上朝 就请楚平王 将五车调去城府来 都辅助太子 哈 五车就无可奈何了 只好就跟上世子一 一起去城府 世子一离开京城 楚平王立刻立孟形 做夫人 将世子的母亲 就赶出皇宫 就送回去塞国 那时呢 各位世子健 才知道原来父亲 佔了自己的夫人 世子健心中怀恨 只亦不敢碰 只好终日闷闷不落 在城府那里喝酒消瘦 过日子 所以 那孟形这位美人 自从嫁给楚平王之后 很快就做了夫人 虽然 虽然是荣华富贵 但是呢 楚平王的年纪和他 就相差太远了 要是比他的老爸更老 老夫 老夫少妻 总是夹不齐的 所以 孟形就心情屈抑 天天到刻都没有得多笑容 楚平王也心知肚明也不敢问 一年过去了 孟形就生了个儿子 楚平王老年得子 对这个儿子呢 爱如真宝 故此呢 就按了个名字 叫做阿珍 阿珍呢 一岁那天 楚平王 你欢欢喜喜喝了几杯酒 带着几分 醉意就问孟形 你自从入宫之后 寡人对你也算是这样啊 啊 为什么你整天 爱声 叹气 愁眉 苦面 无的多笑容的呢 孟形就没出声 楚平王想哄他欢心 就对他说 你我姻缘是前世注定的啊 寡人啊 虽然老些 只如是年轻的 嘿嘿 你有排都没得做皇后啊 孟形听到这么说呢 就心中打个凸啊 哎呀 他说如果嫁给年轻的 有排都没做得皇后 孟形呢 就立刻去查问那些宫女 那些宫女呢 最初就个个都不敢说 后来孟形就逼得紧了 就只好宫曬出来 那时候孟形才知道原来自己上了当 哪些宫女呢 一旦你是共众哭哭啼啼 楚平王看到这样就想安慰他 就答应废了细子健 立孟盈的儿子真做细子 卑无极知道这件事 对了 他经常担心 将来细子健如果接了皇位 自己是实死无疑的 这次机会来了 他立刻向楚平皇密布 说细子健和吴车想叛乱 现在已经勾结晋国和齐国 准备谋害大王 大王不可不妨 楚平皇这些不多信 细子健这个人寡人最清楚 他性情温顺 不敢做这些这样的事 大王这样还不明白 他因为大王娶了孟盈 一直怀恨在心 又怕着大王宁立世子 他早就和五车在城府 收罗武士训练军马 准备作乱的了 大王输神无罪 神才敢将他说的话报告大王 楚平皇越听越刺就问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你大胆说出来 他对人说 说楚国的祖先穆王 都是杀了自己父亲 然后当上大王 以后又不是一样安享楚国 子孙凡省 我就学祖先这样 有什么说不行 哇 秘无极这几句说话 就打症要害了 楚平皇自己 就是杀了三个大佬登上皇位 儿子如果学自己 那就有什么奇怪 楚平皇就信了 这个秘无极了 秘无极就见到楚平皇上欧了 他还进一步 他跪着一边哭一边说 大王如果还不相信 那神就请大王准神持官回去 逃亡国外 面致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他先进一步